另外我們要來關心的就是 台南海水淡化工廳的 價位是預計在離空 日本年就可以完工 但是這個當地市民是很歡樂 歡樂這個海水淡化的過程 所排出來的滷水 會影響到市場 台南市場恩維徹是來強調說 如果民眾有疑慮 就會加強來選擇 議員公開這順 強調台南是全台灣水庫 最多的館市 大大小小的價格 總共有11宗 不知道有專業 還要在將軍請昆昇附近 去海水淡化工廳 如果議員這期 將軍出在地市民 麻煩說去海淡化工廳 滷水毀壞會影響到 近海的貨業環化工廳 從來他水的小 和我講完以後 對我們這個嚴海的這個 這很壞 沒有 這一定要做 海水淡化是一定要做 總算是說 是要怎麼搬我們這些魚民 要搬出哪來 要搬出哪來 要搬出這條 我們很嚇壞啊 你如果做到後 你們家 掛斑鉤的脫海 不用幾年 就差不多都沒有了 魚民反了說 這個海水淡化後 散生的滷水 強行會衝擊 涅蝦的水質 也會影響到魚火龍 現在對這件事 市長不以得強調說 附近的國家地區 包含新加坡 香港町町 都有去海水添化沖 其實已經很完畢 因為我們沒有過去就沒發生百年大荷花 要有更多元的方式開發水族圓 包括海添 海添廠的用水 也是政策上需要努力的目標 台南海水添化沖 以下二孔一百年代 完成第一季産水 每天成三十萬斤 各位透過上水的共産加進駐來水共 由駐來水共系統一條路 共用作公共用水的使用 市府也共用了說 要求中用的水質 符合標準之後才共用使用 如果市民眾對海添沖的水有疑慮 一定會要求中用加共共通 記者綜合報道 有說電夾車買點加技的代步 向來設斷